查的还有就是2021年推动的 北市柯昭和爱案也展开了调查 把柯文哲列为一个贪图被告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周刊不断不断的 有许多的爆料 我们带大家一一来看看 这几天又有什么爆料 首先来看到 打脸柯文哲 民众党四大金库的调度指令曝光 恐怕会变成十年的重罪吗 在这个报道中表示 柯文哲是民众党资金的总操盘手 除了调度资金发展 地方组织还花了钱买房 在今年5月份 要木可公司的负责李文娟 把木可啦 重网基金会 新雇乡基金会资金 跟选举结余款 每两个月要来报告一次 甚至呢 他也掌握了这个基金会资金 还透过LINE下达出帐指令 给李文娟的帐房 而且帐管的很细 那同时另一方面看到 不惜呢 违背了党政军退出 媒体条款 要以民众党资金来投资媒体 5月份要求合不100万 投资某家的媒体公司 那么过程当中 木楼就发现 这家媒体公司不太对劲 怎么亏了6800万 保留态度 但柯文哲就下令说要赌一把 民众党发出的声明表示 没有投资媒体 从来没有 镜周刊失去公信力 但是可以看到 柯文哲呢 是动用了这个选举补助款 买房 但是呢对于在民众党三个月交际费 花了78万元 认为吃了太多了 表示不满 但是呢这个骂完底下之后 自己把钱拿去买豪宅 爆料还说沈庆经有一份 超级详细的会客跟谈话记录 一旦比对出他跟相关人在台湾海外的资金流向 就可以厘清与他这个汇款的关联性 那另外可以看到 在持续要来调查 这是北市科了 简林也针对了这北市科周刊案同步整开调查 并且将他列为贪图案被告 在这部分呢 北市科的T718 地上权经营权是由 无新银家族企业 星光人寿得标 那么不但从仅限生计医疗相关产业放宽了 变成是不限产业的类别 而且也偏离最初的产业园区的政策目标 外传其实还有一家港商 也曾经被劝退 未能投标 那这背后老板是谁呢 就是NBA直栏的这个 曼菲斯辉雄队老板佩拉 那在星光集团投标 还免赴投资计划书 又引起一个图力的争议 周刊爆料还有什么 爆料审庆金 好 现在可能呢 这边会是个破口吗 曾经他一位王姓的贴身司机 好 来这个恐吓取材 还被告陆续传讯息给他 要求他要付钱 好 还说呢 我这个 有很多包含了你跟谁开房啦 好 我拼命啦 还有这个被冒着海关扣押 滞留被查税 好 这个讲到现金的部分 这么多爆料 看起来真是十分的精彩啦 好 但是大家也想问问 当中的真实性吗 先请教蔡委员 我觉得 镜周刊现在在办理什么角色 在办台北地检署 这个擦脂抹粉 因为台北地检署现在找不到 这个柯文哲犯罪的确凿证据 所以又把柯文哲给压了 他现在上也不上下也不下 那镜周刊为了帮他涂脂抹粉 只好去编了一大堆故事 这故事有什么特点啊 第一个 跟现在指控柯文哲的案子 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一点关系谈这有什么意义呢 你只在做舆论掩护 因为现在没有心神报 不能说哎呀 这个台北地检署找到什么 重大的证据啊 重大的发现 没有啊一直到今天为止被那个谁 被那个有个叫郭正亮博士 从一开始就吐槽吐对了 你就是没有证据才这样搞啊 有证据就不要这样搞 刚开始我不太相信 郭正亮的判断 哇你赌这么大啊 给他赌对了 到今天为止 你就拿不出证据来 那所以他就开始 镜周刊就办了那种 附水组织外团团体的角色 帮北京讲 你看沈金睛都坏 柯文哲都坏 坏吗 我们来举个例子 一百块一百万元能够投资媒体 你也差不多了 你当我们大家都没念书是不是 一百万不过是个Apay的价钱啊 做几支广告都没有啦 我一直经常讲啊 你知道吗 当时在选总统的时候 不是有一个桃花过渡的广告吗 对 你知道播放多少 有人告诉我总共播了一亿 那一百万干嘛 想必定啊 一百万能够投资媒体 你净周刊 投资里面净周刊一百万你们收不收 一百万足够嘛 对 投资里面净电视一百万你收不收 很好笑嘛 那就是业配广告费嘛 那如果当着投资那家公司实在是算了 没听过这种公司啊 第二个 有关于说 哎呀你这个花这个 什么78万的交际费 三个月 78万太高了 那他比如说你看 你去买房子啊 这个4300万你就买了 你到底在比什么 我不要讲别人啊 我们老朋友 郭台铭就好了啦 他有钱啊 他买房子动不动的好几亿在买啊 可是啊 他请人家吃饭吃水饺啊 不要花太多钱了 为什么 因为你吃饭吃了就没有了 买房子资产还在啊 你在比什么啊 你在比什么 而且4300万 他是去买那个房子 说要做 因为商办不能做住家了 商办是不能做住家 说要给开委 多少立法委员 多少县市县市县市厂 他们选举补助馆 最后拿去买服务出来 要不要 要不要早再算账 他要买行买车子说 我是要来选民服务的 多的是嘛 不 買商辦沒有違法啦 沒有違法嘛 是社會觀感的問題 對 社會觀感問題 社會觀感也是作造出來 為什麼他不能買一個 一個辦公室大家自己來用呢 或者租給租期到了收回來 因為有租的房子買價比較便宜嘛 那這個情形你把它說78萬 我也不曉得78萬到底吃多好 三個月78萬 聽說吃了幾個人吃 那就不應該啦 對不對 要不要叫黃珊珊 陳洛涵 你們大家出來自首 還是許甫啦 還是周台祖啦 還是那個周宜秀 你們到底吃什麼那麼好吃 78萬 那當然吃太好會被唸嘛 對不對 勤儉持家總是對的嘛 4300萬買房子 資產沒有流失 吃東西會流失 就吃掉了 對啊 這什麼東西什麼比 這什麼公信力 經週刊就是全面要抹黑柯文哲 在幫這個台北地監署掩護嘛 那你說 你今天是提醒我們郭泰銘請吃飯不要去了 因為只有水餃 只有水餃 我行情不要差 他請我只吃水餃好不好 小朋友說郭泰銘明天開餐請你吃好的 那我幫你忙 不是 坦白講我很欣賞郭泰銘這個有錢不要太奢侈 他真的請吃飯都很簡單 那我也省得吃得太飽太肥 我也吃過一次 也蠻簡單 這好事吧 對不對 所以他機這麼有錢都要省這麼一點 柯文哲跟他比 那是比什麼東西呢 再來 你說 你說沈青均跟誰去開房間 跟這什麼關係啊 他司機講的是20這個多少 107年 2018年嘛 對 這個 金華城2019年才有 才大家爭論 2018年根本還沒這個東西啊 所以你這個扯著幹什麼 好不好 這個 那個誰啊 沈青均小沈又不是一個 說什麼道德象徵人物啦 什麼都不是道德楷模 不是道德重整歌唱團 那不是嘛 他就是一個 一個很有趣 很有趣很有天分的一個 一個生意人嘛 所以他每次賭得很大 就賭書了 所謂做案子 沒有他在那個什麼 他在信義區不搞個鳳梨彎嗎 是 坦白講從建築的觀點來講 他那是絕 絕品 可是從商品來講沒有要買 我幹嘛住在那邊給大家注意呢 莫名其妙嘛 而且他是當作商務的公司在賣 而且賣的那麼貴 所以當然沒賣之外 所以從商場上講 可是他這個人就是 對自己充滿了信心 對自己充滿了想像 他是超有創意的人 平常你講超有創意 可是好幾次創意都失敗 比如說金華城 原先蓋的是一個大圓球 後來發現那個不太實用 浪費空間 浪費空間 你講對了浪費空間 那個動線很亂 對 但是他就有一種 怎麼講 有一種狂想取人 這個坦白講 這個我是 我看到他 我覺得這個蠻有創意 是超可愛的一個人 那你說失生活 你管人家對不對 我們也會對政治人物 要求一個生活 交際費一個檔 三個月78萬 這沒有很高啦 當然沒有很高 開玩笑 這個很低啊 問題是幾個人用啦 好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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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關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